10号长服造型公布 拿初代身体熬汤 红黄把10号当鬼 10号暴杀民土怪物 虚空占己发威 这是10号上届最惬意的一击 开头我必须得先说一句 完美肯定是最听见的动摸足 但观众网友有意见的时候 他还是会注意并做出适当的改变 但要说完全改变 重新做出大气候的场景 恐怕十分之难 比如在最近一击中 网友吐槽的王八拳终于得到了改善 反而在各种技能的对拼 愈发了精彩 而且在精彩之中 加入了十分搞笑的情节 10号在斩杀妖艺州 通过搜神术发现了民土在搜集圣药 随后借助着清澈的泉水 直接将妖艺剥皮抽筋 熬了一口大火汤 狠狠地饱餐了一顿 饱餐完后就是找民土算账的日子 但没想到刚到民土的地盘 就遇到了一个女子正在被追赶 定睛一看 尽是红黄 10号在夏节可是受了红黄的恩情的 果蛋出手 变化出法天向地保护红黄 没想到却被红黄误以为10号死了 现在的尸鬼大叫一声 离得远远的 10号在他躲避危险 他反而戳了10号脸一下 说他是尸体通灵 也是民土的人 这反而把对面民土的小龟给整蒙了 还以为10号真是自己的人 直到10号出手针对他 他知道这真是敌人 10号抓住他的尾巴 一顿狂甩在街上一拳 差点给他送回了七天 不过这也惹怒了民土的其他几人 一个突然神火的巨型章鱼 一个黑色巨像 还有一个民土天骄 三头地狱犬 加上神龟就是四大神火 而他们发出的毒气 甚至能腐蚀虚空 可是10号根本就不怕 随意就能穿梭独产 四大神火眼看制服不了10号 直接用白骨帆 结出了虚空大阵 但10号却根本没有要得赏的意思 使出金文螺旋弓一个暴筛 在法力合一 一枪毁掉了震书白骨帆 再一刀劈死了大象 一枪戳死了章鱼 三头犬眼看不对 抛出最后的小地乌龟 却被一拳轰杀 他直接掉头就走 10号手握七空战戟 破碎虚空 直接拦下了三头犬 一击击杀 但临死前 算是有点作用 将10号的信息 汇报给了民土最强古神 黑暗神子 金刚不坏 水火不停的存在 但最后最遗憾的是 10号本以为这几位乌龟章鱼 也能烧烤 却发现臭的不得了 所以10号从此以后 最恨民土的人 因为他们都不能吃 这一集摒弃了网友们 一直吐槽的王八拳 引入了更多的招式战斗 总算是把观赏性给贴了起来 希望再接再厉能更好吧 特别是和黑暗神子的战斗 以及和宁川的战斗 还有我看小说的时候 以为民土的都是木乃姨那种人 没想到动漫组 全部做成的动物 除此之外 完美也在今晚公布了 10号在火丧林的长服造型 显得十分的慵懒 和火丧林的长服十分的相配 不愧是一对佳人 这也预示了火丧林的剧场版 还有战斗服装 和10号的战斗服装相比较 这样一看 期待值真的拿满了 而秦号11的建模 也接连公布了 秦号变化不大 毕竟一直在出现 11做了优化 显得更霸气和成熟了 特别是一身战甲 已经足够优秀了 这集你觉得如何呢 好